2012來講 因為畢竟是地方選舉 對民進黨很不利 科技的聲量很高 但負面的也很多 大家講說賣賣 讓高雄人選對了 好幸福 侯友宜跟盧秀燕 他們在防疫方面比較穩健 總統其實基本上應該要打疫苗 不能說因為 支持國產就不打疫苗 健康的問題不能開玩笑 當一次兩次 你所做出來的指引 地方先是完全逆時鐘 不聽你的時候 或許我們要換指揮官了啦 不然以現在這樣狀況來講 民進黨怎麼選2022 直接先從後面一開始往回講 2022來講 因為畢竟是地方選舉 以現在目前狀況來講 捷歌在我們的線上 他又很願意講大白話真心話 對民進黨很不利 因為畢竟縣市長選舉 除非有像 2019的香港的反送中 天天看到路上黑衣人打成那樣 警察還開槍 然後2019年習近平講 一國兩制台灣方案 對 除非有像那樣的狀況 要不然 你選縣市長 你扯去統獨不會扯太遠 那選縣市長就是看地方嗎 那光是以這一次的六都民調 看起來就知道啦 柯文哲聲量很高 但負面的也很多 那至少他有表現 你看像鄭文燦 王偉哲 比較好的可能還是陳其邁 大家講說賣賣 讓高雄人選對了 好幸福 其他的沒有什麼特別表現 反而是侯友宜跟盧秀燕 他們在防疫方面 比較穩健 那我要跟大家講一件事情 我相信捷歌一定不會反對我 我現在我都還沒講 我就相信他不會反對 因為捷歌理性嘛 你今天指揮中心做什麼決定 我相信都會有人有意見 你餐廳開放 大家根本不敢去 你不開放講說我們快餓死了 大家會講說那你都你講就好了 對 我相信一定有人贊成 一定有人贊成 就像投票一樣嘛 雖然韓國瑜落選了 還是有五百多萬人投給他 對不對 雖然郭台銘沒有選總統 現在還是有很多人感謝他對不對 但重點在於什麼 重點在於這一次的 韋解峰的這個指引 剛剛賓哥在講的 你當一個指揮官 你立不住指揮中心 這是一個危機 你自己要負責一部分的責任 因為你沒問啦 你今天指揮中心 總要問一下台北市 新北市 澎湖縣 台東縣 問看看你們要不要餐廳開放嗎 他沒問耶 捷歌你能接受他沒問 然後就自己決定說可以嗎 所以到後來 民進黨的縣市 既然是中央指揮中心講的 我們願意 但是配合個兩天而已 網路被灌爆了 就一個一個說回去啦 你能想像這個指引 所以這就是一個危機 就像我講了 總統其實基本上應該要打疫苗 而且要打 他的這個維安小組 跟總統的醫療小組 趙紀元建議他打 最適合他打的疫苗 不能說因為 支持國產就不打疫苗啊 健康的問題不能開玩笑啊 所以這是指揮中心的領導危機 當一次兩次你所做出來的指引 地方先是完全逆時鐘 不聽你的時候 或許我們要換指揮官了啦 到時候連內閣該組一起處理 等到疫苗都到了以後 在明年的選舉之前 應該會有個 不然以現在這樣的狀況來講 民進黨怎麼選2022 Yahoo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